是的,我又给大家带来新鲜的反同效果 一位玩家声称,他用原神的男女同人图 治愈了另一位自称是通讯录的13岁玩家 现在这位前通讯录不再喜欢文迪 而是对巴巴拉有反应了 下面的评论是一篇叫好啊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觉得不如直接杀了 对于多看男女美好爱情这种治疗通讯录的方法 我的评价是,感觉不如周易改名 对吧,你看我这个名字,文艺 一听就没有阳刚之气 大家觉得改成什么样的名字,乔乔爸爸败成耻男呢 欢迎大家集思广义 如果改名不好使没关系,咱还有招 还可以去道家求福 老子他老人家看到这个估计比我还迷糊 这话福不是道教的业务吗 这跟道家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这些治疗方法虽然扯淡 但顶对就是骗钱而已,危害有限 但有些治疗方法真的就是特别的行 就比如厌恶疗法 简单来说就是给你看双男主小电影 只要你有反应了就电击你 一直电到你再也没有反应了为止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啊 这不跟杨永信治邦也一样吗 没错啊,就是一样的恶心 没听过杨永信也没关系啊 就豫章书院总听过吧 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曾被电击的人这样描述感受 好像有一百万根针扎在太阳穴 痛不欲生,生不如死 那问题来了啊 怎样才算治好了呢 怎么才能确诊这个人是直是弯呢 那就是看他愿不愿意跟异性结婚 只要不想结婚那就借着电 谁说反同的人只坑通讯录 异性恋他们也没少坑 厌恶疗法最大恶极却也简单粗暴 而接下来的疗法就只能是匪夷所思 奥地利胜理学家尤金施泰纳赫 主张的治疗方法是移植高丸 那么问题来了 就是谁来贡献这个器官呢 反同的人他自己会愿意贡献这个丸吗 所以用来移植的 有黑猩猩的 甚至还有死直男的 我这个不是骂人啊 真的是用死去的直男的高丸 不过葡萄牙的莫尼兹表示 小小器官一直变来碰瓷 我切掉脑额前夜 才是真正的太酷了 具体是怎么个切法呢 简单来说 就是拿个锥子 从你眼窝捅进大脑 捅不进去的话 还得借住锤子 当时这种治疗方法 就被用来治疗 包括通讯录在内的多种精神疾病 好在后来我们被去病化了 不过接受过这种治疗的人 却再也好不了 因为他们会变得智力低下 别说对同性 对任何人事物 都产生不了任何兴趣了 当时说到治疗通讯录 就不得不提计算机科学之父 图灵 当时他被迫接受的治疗方式 则是注射磁激素 本质上来讲 跟化学阉格没有任何区别 他因此陷入中毒抑郁 最后用毒苹果得到了解脱 所以我就想说 反同的人 别又当又利 你要真是反同 那就千万别用电脑 苹果手机也别用 什么 用博拆 那看来华为你也用不了了 可能有人要说了 这图灵都没了多少年了 还拿他出来当挡箭牌 你能举出来第二个例子吗 以防大家不知道 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 现在最火的对话AI ChatGPT 它的创始人 就是通讯录 山沐 阿尔特曼 而且除了聊天 代码开发 图像生长 智能客服 都是ChatGPT的发展方向 反同的人 你以后千万要小心 你下载APP 你咨询的客服 甚至还有你看的色图 到时候可千万别求种 像条狗 撸完闲人丑 做人要有骨气 千万别怂 反同的人天天说我们不正常 那聊到这我想问大家一句 这到底是谁不正常 不知道大家还见过哪些不正常的 关于我们的言论呢 可以评论区分享一下 让大家开开眼 喜欢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一下赛连 我是文艺 下期再见